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地方行政研习中心 举办中心学术文化讲座 特地邀请到南投县长林明珍主讲 新世纪新思维创新行动打造南投观光首都 内容精彩丰富 加上林县长幽默风趣的演讲方式 获得满场超过350位听讲人员热烈掌声 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 地方行政研习中心 在该中心文教大楼国系会议厅 举办中心学术文化讲座 特别邀请到南投县长林明珍主讲 他表示秉持创新 超越精神 积极带领南投大要进 并落实务实 行动及辩民等实证方针 为地方设想及照顾 同时与民众站在一起 解决民众困扰 今天来参加的同仁大概有300多位 我把过去还有现在要推动的一些发展 向所有在座的同仁做一个报告 让他们了解我们南投县未来的严谨在哪里 那么我们希望所讲的严谨能够的意义来实现 像今年的灯会在南投 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更有亮丽 更能够吸引观光客 能够带动经济收入 同时也能够给我们县政府 这些县库增加更多的裁员 我相信今天的演讲 在沟通见解各方面 都一一地向在座的讲座的同仁 做一个报告说明 林县长也勉励公务人员 因秉持在服务的态度 同理心思考 努力地为民福祉解决民众问题 并期许大家都能够做好事 社会才会更完善 更和乐 参加的同仁都是我们中部地区的公务人员 我一直要鼓励他们要有承担 要辩民 绝对在法令松绑范围里面 都要来重甘为县民服务 我相信我们公务人员 就是要以民辩民为服务的最高的条件 也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希望将心比心 现场并开放听讲人发问 林县长也针对如何延续官方景点热度问题 表示除了法令要有弹性之外 也要持续维护景点特色 以及创造新话题 景点周边地区妥善规划 让人潮不断的游玩 林县长在省府建设厅服务20年后 投入选战服务南投乡亲 承认积极政长 县议员 县府官公局长 以及立法委员 致力丰富对地方事务熟悉 林县长期盼 持续为地方相亲付出 建设与发展南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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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